如果生了 就不要浪费时间去自责了 你现在要做的 就是要好好地冷静 想清楚自己的心意 就算将来 你决定要和亚儿结婚 我也希望你是出于爱 而不是责任 亚儿很爱你 她一心想要跟你结婚 但我不能眼睁睁 看着我最好的朋友 走进一段 没有爱的婚姻里 这样对她太残忍了 她太可怜了 不是吗 所以最后 就算你没有选择她 但我希望你从今天开始 你可以搞清楚 你跟亚儿的关系 没有意以求 哪怕我不知道你心里边 最后的心意是不是亚以求 但我想跟你说 不可以 我说这些话 不是想要维护 我们三个人之间的感情 那些都已经无所谓了 而是我太了解亚以求 她很重感情 即便她从此跟桃燕不来往 但这份感情 还有今天她自认为 对桃燕造成的伤害 她也会放在心里面一辈子 见你一次就会痛一次 你说这样的她 以后还会有幸福吗 清野 今天你跟我说的这些 我明白 谢谢你 但我答应你 我不会再伤害他们任何一个人 请你放心 好 从今天开始 你负责讨厌 毅秋 我来负责 好 来 谢谢 前两天你交给我那份报表呢 我都已经做完了 可能还有一些细致的地方 需要你再完善一下 就都麻烦你了 你做事 我放心 一秋 那行 我先上去了 拜拜 拜拜 你来这儿干什么 特意来看看你的伤 好像没什么 不用你管 我说的我还不够清楚吗 我再说一遍 这件事情因我而起 来看看是出于道理 别想太多了 我警告你 你要是再敢来这个地方 我就报警 汪汪 汪汪 汪汪没有伤害你 你看很多人看到 我没有伤害你的 算你狠 那你看完了吗 我现在没事了 赶紧走 不行 我要看到你安全的离开 这才意味着任务完成 你知道吗 我不是 你老板 你老板已经上去了 你还在这儿干嘛 你怎么知道 说来话长 刘建国 你等着 进来 来 你等着 神情 还在 Inter国 你等着 有什么 有什么 你怎么办 看 战利 紫团 你会问问你 还习惯吗 工作中有没有碰到 解决不了的问题 都挺好的 如果有问题的话 我跟我的上级汇报 谢谢李总关心 你这样 反而弄得我很别扭 那行 你看那个周末有时间 回去看看可可 他嘴上不说 但我看得出来 他很想你 不好意思 李总 这有份急件需要您签字 李总 那我先去工作了 好 去吧 给您签 这儿 是这儿 来来来来来 大丑女 据说这几天你很想我 每期节目的开篇三分钟 以一个情景小故事引出问题 再用一个故事 给它一个漂亮的收尾 中间二十分钟融入街菜和专家采访 实景展现等形式 最重要的是 切入点以及节目宗旨 必须立足于健康性 在此基础上 再谈色香味 用绝对的科学性去服务观众 引导观众 而不是直接的笨主题 具体内容都在方案中写得很清楚 大家自己看吧 趣味性 科学性 实用性 全都有了 好 就准备 好 你瞧 你去找几个编导 带领大家好好的在这个基础上 打下去 好 走啊 拜拜 下班 下班挺准迟的 你是辣香管干过来的吗 出这儿不动啊 现在打头不好打了 不如我送你吧 谢谢 不用 你就那么怕我吗 不如这样吧 你上车之后 你不让我说话 一句都不说 到你家楼下之后 我立马掉头走 你看这儿 新单位怎么样啊 带预有没有我这边好呢 其实夏晶晶啊 从小就被宠挂了 其实呢 她的心地挺好的 是个好人啊 这次呢 她把自己都吓坏了 你知道吗 你说完了没有啊 怎么走啊 前面第三个红绿灯 又快 我知道 夏晶晶在你心里面 一直都不是一个好人 那她是我的女朋友 你也觉得 我也不是好人是不是 刘建国我发现 你绝对是打击报复心理 你恨我 恨我三年前 恨我三年前 拒绝了你的求婚 对 宋泽妃和桃燕 什么时候结婚啊 闭嘴 擦油味 快 我回来 pots拒絲 喂 爺爺 你趕緊過來一套混合 我可沒心心完啊 額莎莎吞罪了 我一個人擔不了她 你趕緊過來幫忙啊 她不是有男的嗎 就因為這個分手了 為什麼啊 我放手 好好好 馬上馬上 行 馬上到 叶青 怎么回事 干什么了 秋秋 什么什么事 但是不如钱吧 不是 别喝了 喝 来 别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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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男人呐 好笑吧 叫我 不杀杀这种女人 居然可以跟这个男人 交往 一百天 他左右一百天 燕燕你知道吗 每次我带他去逛街 他永远逛的是运动品牌 而且是最低档的运动品牌 你说他土不土 我带他去看那个人 他永远在旁边睡觉 我带他去舞会 他一直在吃水果 一直吃 一直吃 就像没吃过水果一样 然后带他去任何热闹的场合 才能树草原来 带他反正去任何地方 不是睡觉就看杂志 他就是一个垃圾 你知道吗 他就是一个垃圾 千万别说我不杀杀 你是姐不是改造不了这种 她是一个完全无法用 人类的语言跟她沟通 对 知道知道 她一直都这样 是你自己选的对吧 嗯 啊 啊 没事吧 哎 天哪 我不告诉你 现在有事实证明 一个女人 想要改造一个男人 她就得 她就 喂 莎莎 天哪 我最讨厌说话说一半了 现在怎么办啊 怎么办还走了 来 莎莎 来 回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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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回家 给我 好好好回家回家 怎么了 她是好演吗 先把她放下 我 来 喂 不要去 你在这里照顾莎莎 我去 你 好 好 我 好 突然 怎么着 我 我 我 你 必须 你送你回去 你住在哪里 我不回 一二 我知道你心里难受 你知道我有多难受吗 你怎么可能知道 你谈过恋爱吗 你又很爱爱一个人吗 我告诉你 宋泽飞跟已久没有任何关系 这不是说你早知道了是不是 你既然早知道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跟他这儿一伙呢 讨厌 你 你听我说 宋泽飞他真的很爱你 他为了跟你尽快地结婚 他特意跑过来问我 你喜欢什么样的礼物 喜欢什么样的惊喜 我跟他联系是比爷爷多一些 那也是因为 他认为 我更加了解你 我也很了解你 你一紧张说话就断句 陶渊你到底想怎么样 我到底要怎么做你才满意 易奕秋 我恨透你了 你什么都要争 什么都要抢 但是我没有想到 你连最好姐妹的男朋友都要抢 怎么了 看了谁啊 没事 往这儿吧 他应该是 我可以 从这儿 我现在 他不想那些 他们有些 我现在 吃到 好了,别喝了 乖,别喝了 郭莎莎呢 那 看来,这个是醒了 那,我们走吧 刚才真的能看出我说谎啊 连他都能看出来,你觉得呢 爷爷,我想谈恋爱了 我也想谈恋爱了 你为什么想谈恋爱啊 我为什么就不能谈恋爱啊 对啊,为什么 不是,你要谈恋爱这件事情真的很突然 为什么 那你为什么要谈啊 我要再不谈 我跟宋泽飞还有那个刘建国的事情 永远也说不清楚 陶燕和夏晶晶她们 就会凭借她们女人莫名其妙的第六感 永远怀疑我,一直怀疑我 怀疑到我谈恋爱为止 所以只有我谈恋爱了 这些事情才能结束 我想谈恋爱是因为 我当了二十五男了 我也是个女人啊 对 不是 你不一直都这样吗 是不是有什么突发原因啊 谈恋爱有什么突发原因啊 对,谈恋爱呢 就是要止住谣言 就能安心工作 还有 让那些吃饱饭 没事干的 先杂人等 闭嘴去死吧 看来 咱俩的遭遇 差不多嘛 我只会有联系 我先安心多了 还好 你看,样子你俩很够了 她要不得了 你她可以留下了 我看看她 我想递遭遇 她是在误会的人 妳的 earning 不得了 我已经在想递遇 我已经在乎了 我 removed 我没有想递遇 您拿着 随时给我打电话 你以为你花几个钱这事就完了 我告诉你 没完 你还得赔偿我儿子那个 那个 那个精神损失费 好 咱们这事可以商量 商量 没得商量 你别糊弄我 这大晚上的 开那么快的车 我儿子在车上求了他一路 叫他慢点开 慢点开 可他呢 听都不听 只管一个劲的往前开 阿姨 咱们 干嘛呀 他要是想死 他就只管去死 别拖着我儿子下水 你告诉他 叫他等着 我一定给他告上法庭 我要告他 我要告他 谋杀 阿姨 我觉得这事可能 没你想的那么严重 这样 咱们有话好好说 您看行吗 说 说什么呀 儿子 我们走 阿姨 阿姨 好 哥们儿 我问一下 你到底是样的什么人 我 我是他 未婚夫 必须起诉 我又说 我毕竟 坐 你ived Fat Kundin 雅儿 你醒了 雅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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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 你是不是要吓死我了 听话 以后别再这样了 好吗 雅儿 雅儿 应该没什么事了 你们早点回去休息吧 不 让我们多待一会儿吧 那 我去美纸巾 嗯 雅儿 你脑不舒服啊 跟我说 我现在就喊医生去 雅儿 医生已经说了 你只是有点皮外伤 没什么大问题的 那那个报告过两天出来 应该 嗯 不是很严重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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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嫣 你要怪我 你要骂我恨我 烦我都行 从今天开始 不想教我这个姐们也行 但你以后 别干这种傻事了行吗 我没事 你们回去吧 你是不是欠打 欠打你上啊 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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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 validation 喜 欠 欠 还 让你 冇dit E 好 所以 magically 我要 叱门 我 那我们两个不吵你了 走吧 算 自己保重啊 叶琼 走吧 那个 你有什么事 记得跟我们打电话 知道吗 那我就不送了 你们路上注意安全 别管我们了 你快进去吧 好 那我就不送你们了 你一会儿进去以后 好好跟叶儿解释解释 实在不行 你就编点什么 骗骗他 叶儿很好哄的 我真的不想失去这个朋友 经过这一次我才知道 我也不能失去他 有些时候 只有勇于放手远在天涯的爱情 才可能收获 近在咫尺的幸福 要不要再来一点白酒啊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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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啊 你干嘛到我头上 正好教教枯萎的花 教你个屁呀 我一秋上辈子造了什么孽啊 好好地这么一个大姑娘 你说她今天要是撞成了八级残废 或者撞成了植物人 我一秋上辈子造了什么孽啊 我怎么办啊 她要忏悔啊 估计是 也理她 给她个机会 讨厌 七年了 从大学到现在整整七年 我们一起上学一起放学 一起上课 一块儿吃饭 一块儿睡觉 咱仨还老睡在一张床上 喂 那么可爱的一个姑娘 谁看了都想保护她 她就像我妹妹一样 我记得上大学那会儿 她就特别爱穿高跟鞋 军训第一天 穿了一双十二公分的高跟鞋 差点把教官的脸都给漆绿了 我记得我记得 那教官 就罚她站 在太阳底下站了一个下午 那天我看她那样可可怜了 腿都快站断了 你说她这么爱穿高跟鞋 她今天要是把腿给撞断了 以后怎么穿呢 你们知道她为什么要穿高跟鞋 因为她个子矮 自卑 你快把你的这句话说出来 这是实话 你知道老天多眷顾她吗 把这么完美的一个男人给了她 又有钱又疼她 长得又帅 你别是做梦 都梦不到的白马王子 是 我心里头特别知道 如果没有宋泽飞 陶燕根本没有办法在这儿生活 我怎么可能跟她争跟她抢 我怎么忍心让宋泽飞离开她呢 她说我偏要抢偏要争 对 我就是要抢 就是要争 她讨厌凭什么 家境又好 有的是钱 又找了一个有钱的男朋友 不用工作 不愁吃穿 随便撒个娇 就能拥有一切 而我们呢 拼了命 就只能在一家小公司里面看人脸色 凭什么她讨厌随随便便就能找份好工作 就能拿高薪 随便撒个娇 就能围上一群人逗她开心 凭什么 就这样好的着急还不知足 动不动就在那儿作 一会儿王失踪 一会儿离家出走了 现在没事还撞个车 躺在院里面装死人 她永远都不知道 她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是我们这样的人 这一辈子都挣不来的 她为什么不好好珍惜呢 真想给她鼓掌 这爷爷还上哪儿占便宜去啊 我哪有这么想啊 我真没这么想 我真没这么想 你怎么没有啊 你都看出来了 没有 你就是这么想啦 爱吃梦 装装装 你才装 还没有 这儿挺好的 你怎么会 你哪儿 这个是 可爱 我们出品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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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走啊 交个朋友呗 三年前你见过我妈 对啊 可她没有见过我 你觉得是不是很巧 要是不是你妈妈的话 我怎么会对一个陌生老太太 热情相助呢 刘建国 你故意玩我呢吧 等一下 我帮助了你妈妈 你该感谢我 再说呢 我留了电话 也没有留真的性命 就是不想用这件事情来邀功 你别忘了 是你先打电话给我的 好 那我现在就以一个陌生人的身份 谢谢你 不客气 但这也足够确定一点 你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混蛋 你跟我妈说你没有女朋友 我妈才会安排我们两个认识 可你那个时候却有一个财貌双全的女朋友 你不仅是个混蛋 还是一个朝三暮四 玩弄女人 用情不专的混蛋 总结得很好 我想问你一件事 我以前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呢 你是不是这样的 刘建国 感谢的话我已经说过了 这顿饭我请 但是咱俩的一切 到此为止 我跟你之间再也没有任何瓜葛 你好自为之 再见 不 不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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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有时候 欲望与平淡到了极限 都是一样的 因为荷尔蒙是无法控制的 我们的秦也也不例外 喂 什么 好吧 你也是啊 爷爷 走 亲爱的 你早上的求求电话 居然请我们吃鸡点 你一晚上不回家 跟谁在一块呢 干嘛了 说 昨天晚上呢 我住在这儿的酒店 等早上醒来呢 人没了 快点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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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拿的谁啊 我也没吃 说明你还挺有价的 不错啊 你没事吧 是不是那个班长 老实交代 不是 我不认识 那我就真不明白了 你到底怎么想的 你喜欢那个班长 喜欢了这么多年了 你连他都给拒绝了 你却跟一个不认识的人 你怎么了 这个呢 解来解释 有些事呢 不喜欢的可以 但是喜欢的呢 反而不行 因为喜欢所以会受伤 但是如果是不喜欢的 那就随便了 怎么着都无所谓啊 很好 女人啊 真是太伟大 你呢 家庭怎么样 还不错啊 有发展的可能 你跟他刘建国怎么样了 别跟我提他行吗 一听到位 别啰嗦了 别啰嗦了 赶紧吃啊 我还赶紧回家补教 吃啊可以 快点 别浪费我的钱啊 快快快快快 那男的到底谁啊 你还没说呢 三八 那男的谁嘛 我就三八 说谁啊 你偏要告诉我 你不要欺负我 你看我现在都这样啊 爷爷 我都不知道他是谁 我怎么告诉你他是谁啊 哼 你跟他过了一夜了 你都不知道谁 爱情 不是用来辟谣的手段 更不是一顿美味的早餐 它是刚升起的太阳 温暖 不自演 二十五岁的青春 在疼痛中学会放弃 在分离中懂得珍惜 未来 我们会遇见更美好的自己 想不到你会伸出双手 抓紧我的手 带着我走的出口 仿佛允许时间倒流 天长地久 给我不放弃一个理由 我们的梦想都放在肩膀 只有你相信我可以坚持方向 你给我力量背起了一个希望 我带着心愿 我带着心愿来面对生命无常 错过的一切再重来还是一样 你给我力量 你给我力量实现我一个 渴望没有改变 未来就是漫长 却不再孤单 我们的梦想都放在肩膀 我们的梦想都放在肩膀 只有你相信我可以坚持方向 你给我力量 你给我力量背起了一个希望 张开了眼睛看得见星光 我带着青年来面对生命无常 错过的一切再重来寻找答案 你给我力量实现我一个渴望 没有改变过方向是天然 我们不再孤单 我们不再孤单 我们不再孤单